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数澳洲 上次拍的那个毛温East东南区莫娜徐大学校区的一个两房两位 一车位的公寓呢,因为当时有租客啊,而且东西比较乱的关系 所以呢,是通过照片给大家呈现的 今天呢,各好两位租客都不在,所以呢,我想着就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啊 OK,我们来看这套407啊 这个月呢,我在卖的公寓比较多一点啊 所以最近拍的都是公寓 下个月的话呢,会有一些别墅啊 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 那进来的右手边呢,就是厨房啊 这个室内面积是59平米,还有一个大阳台 这边是进门口的一个European Laundry洗衣房,放在这儿啊 房子比较乱,因为这个留学生租客吧,大家理解一下啊 上次呢,因为就拍了图片,看的不是很完整 今天有机会,正好租客都不在,还是拍给大家看一下 卫生间的大小正常啊,差不多在四个平米左右,四五个平米 这边是厨房啊,用的厨具呢,是米勒,四件套 抽油烟机米勒,烤箱,炉灶,然后洗碗机啊 米勒也算是公寓,在墨尔本公寓的一个标配 用的比较多 不是很便宜,也不是很贵啊 刚刚好 名气呢,还是有的 这边的话呢,我们看啊,是一个客厅的位置 这个客厅的话呢,大小 说实话不算特别大 但是呢,现在因为放的书桌什么的,东西比较多 其实正常的话呢,使用还是OK的啊 这边放一个沙发,对吧 刚好有一个凹槽,然后这里是放一个电视柜啊 应该是这样的设计 那留学生嘛,也就不那么讲究了 这边的话呢,也是储物空间啊 都可以打开的 可以放很多东西 这个设计还不错 那再往里走的话呢 就是阳台 阳台如我们所见啊 这个面积还是非常大的一个阳台啊 上下衣服是没问题的 标准的一个外阳台 对面的话,这条就是大马路啊 这边呢,是有口车的 不过班次不多 而且呢,毕竟呢,保留了一定的距离 所以说其实还可以啊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边的话呢 看过去啊,就是一些学生公寓 啊,这个阳台我们走到这来看一下 啊,还是挺大的,对吧 这个阳台的窗呢 它用的必须是双层隔音玻璃 所以关掉的话呢,是没有任何噪音的啊 这个毫无疑问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房间啊 首先是这一间 这间的话呢,两边都有窗啊 所以光线还可以的啊 大小的话呢,放个双人床 放个clean size都没什么问题 还是有足够大的空间的 这边是一个衣柜啊 那这间主卧呢,就相对更大一点啊 十多个平米 所以呢,放一个甚至king size的床啊 再加一个床头柜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这间是蛮大的 而且这间是套间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设计啊 就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小阳台的一个采光 这里因为东西比较多啊 我们就不进去了,好吧 那再往里走的话呢 就是里面的一个衣柜啊 在这里 以及卫生间 卫生间的话,跟外面那间大小差不多啊 好的 那这套呢,是两房 两位,一车位 另外有一个储藏库啊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价位的话呢 就是50万左右啊 50万欧币 带车位,带储藏室的 这个位置的话呢 离莫奈时大学比较近啊 所以说 学生党的话是很方便的 好 那我们这套房呢 就拍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看 我们下一个肩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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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